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上说 怎么样才能把导师的权利 关键人士 被有所规范 然后让这个权利 只在固定的 它应该发挥作用的时候 发挥作用 而不再平时被滥用 让学生做很多其他的 首先能够有更多的监管 就不光是他的学术方面 而且还有道德方面的监管 另外一个就是让导师的权利 不要一个人那么大 不要他一个人完全说了算 比如说他什么时候能毕业的话 是不是能有一个小的学术委员会 来集体讨论 为什么这个学生给他延迟毕业 我觉得这些都是 可以试着去尝试一下 我觉得我补充一点 就是我们的学生群体 其实要联合起来 要联合起来 要勇敢地一起站出来 你会发现国外的很多的学生 他们就会集体地抗议 因为一个集体的力量 就会可能倒逼 那个制度的建立 也需要保护自己 不能沉默 然后忍着 最后受伤的是自己 有可能还有我们的学弟学妹 那陈老师 我们最后再问您一下 如果说有类似的这样的孩子 或者是高校的学生 现在正在经受 导师的这种折磨的话 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方法 去更好的去保证他们的权利 同时是不是也应该 到您那边 到心理资金中心 去做一个相关的心理的疏导 可能更好的 更让他们坚持地 去勇敢地去走下去 而不是说像杨宝德一样 成为一个悲剧 对毁灭掉自己 非常可惜 所以如果现在正在遭受 这样一个情况的学生们 那么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 第一点很重要 保留好证据 因为你要去 像申诉的话 你得有东西 保留好证据 第二 不要轻易地去答应 你的导师所做的事情 就要勇敢地say no 第三 要学会去求助 向外求助 不能自己一个人扛 至少你的班主任 你的辅导员 你的家人 让他们知道 然后最后一点 如果你身心已经非常 就是影响到你的学习 影响到你的生活了 即使要找你的心理医生 因为可能别人 不能给到你很专业的建议 但是你的心理医生 或者心理咨询师 会跟你很好的来工作 让你自己有力量 去面对这样一个困难 应该说是自助 如果是没办法的时候 还是应该寻求别人的帮助 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最关键的还是要爱护自己 对 保命重要 一定要爱护自己 作为老师来说的话 您觉得对类似 有这样的想法 可能希望利用自己权利 去影响学生的生活 或者是让学生去愉悦 他们本来应该有的身份 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谢谢老师 你有什么劝诫吗 我觉得这些老师 就不应该让他们成为老师 他如果要是有这样的 一些心理的问题的话 他只做科研就行了 他不要带学生了 我觉得他们不配做导师 源头上判断 对 他们真的不配做导师 加强在师封师德方面的法官 对 我觉得大学 在引进人的时候 也不能只看他的科研水平 要看他的心理是不是健康 他的道德水准是不是够高 这个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